大家好 欢迎来到音乐时光 我们上次呢 请到陈明章老师来聊到他的专辑 那我相信如果有听到那一集的各位听众朋友呢 一定非常的期待他的现场演出 因为他有讲到说 现场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今天呢 又很开心的请陈明章老师 带来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有一场丰收演唱会 对 我今年的唯一在台中 8月13号台中的唯一的一场丰收演唱会 为什么只有台中一场呢 因为去年办的是高雄 我们台北人呢 台北是不一样 台北的今年是 就是10月22 10月22在华山 华山的完全不一样的演唱会 它叫做青春 所以就是跟你的唱片 就这张专辑的台北是青春首唱 所以青春那一场跟丰收这一场有什么不一样 歌曲完全不一样 那丰收这一场老师都想要 就是我的经典歌曲 《流浪到淡水》 《十八姑娘》 《堆堆堆》 《新竹风》 《幸福静静起》 《相逢台北桥》 《有童话新娘》 都是经典 都是由老师自己唱吗 还有什么 都是我唱的 老师自己诠释 有一些是给别人唱的歌 所以这次大家都可以听到 等于是 30年来的经典作品都在那一场 这一场是在8月13号 在台中 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 台中中心堂 台中中心堂 那现在要怎么样购票 购票 购票 两天院 就是年代 收票 两天院购票 还有Seven也可以 老师上一场 在高雄那一场 是什么样子的形式呢 一样是丰收 也是丰收系列 老师为什么要叫做丰收这个名称 要学30年了 很丰富 要抽成 稻子金黄了 要抽成那种感觉 对啊 30年了 对啊 就来一个同乐会 大家跟我一直唱 哈哈哈哈 对啊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是老师在上面唱 上一场就是 人家在抱怨 没有打歌词 大家不能 哈哈哈哈 那你这一场会改善 你就KTV KTV KTV行事 对 因为大家听到那些旋律 真的是 放了三个多小时 一巴不能 哈哈哈哈 你那以后要提早一点开始 不能太晚开始 等一下弄到很晚 要被发现 老师 你这一次啊 请 请到一些音乐 跟你一起玩的音乐伙伴们 嗯嗯嗯 我是 我的福尔摩沙 福尔摩沙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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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唱团 对 哇好长的名字 福尔摩沙淡水 走唱团 里面的成员 就是刚刚 听说有四位是 市长朋友 原本的淡水走唱团是 他们四个 嗯 就是王俊杰 郭千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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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Bass 然后张宁峰是Sax 张宁峰是你同学吗 欸对啊 同大的 哈哈 他真的是 很优秀啊 对啊以前就在福大的时候 我就在想 嗯 他要怎么样去 吹乐器呢 就是他也看不了浦 那就其实还蛮好奇 可是他可以跟我们一起管学乐合奏欸 对啊 他都用贝的啊 就好厉害喔 我现在 你知道我现在也 我不会看五线浦欸 而且我柬埔卡好慢欸 我都用贝的啊 我也要用贝的啊 欸这样子耳朵才会好欸 对啊 像他们原住民就是这样 欸你唱什么我就唱什么 然后我就帮你合奢 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音 对对对 第二次唱就不一样了 对啊 帕帕帕你不会看谱 我现在也回不去啦 想要当大师 就要不会看谱 我就是一生注定 帕帕帕你真的不会看谱啊 注定当没有大师 你看他前面放出歌词啊 嗯 他用贝的啊 对 我们贝 贝歌词 阿你看看啊 有在看谱啊 沒有啊 是用贝的啊 你看每次演出一场 好厉害啊 都背起来 这个 他没有这种天生的 可以背出来的 那个动作可怕 他要背那么多东西 而且我发现啊 事实上朋友的音感都比较好 就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老天也很公平 你少掉一样东西 某方面就会增强 而且他比较有训练自己的这一方面 对 听觉上面会比较有敏感一点 对对对 他们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 因为之前也跟俊杰合作过 也跟张宁峰合作过 所以就 其实还蛮佩服的 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 他们就欸 也没有谱给我 就欸这个地方我就这样吹你 你听听看 然后你自己想想看 怎么样吹这样 对对 所以对我来说是蛮 蛮有趣的经验 他们还有 他们已经默契二十几年了 他们从小学就在一起了 哦 然后高中 高中就开始组Dang 真的啊 他们就四个就过在一起了 那你是怎么样发现他们 有一次他 那个小福德带我去女物店 说我带你来一起带一下 后来我就先认识王静杰 跟爱佣 然后再认识老公 跟那个林邦啊 然后就开始合作了吗 没有啊 就有一次我就 我就 你不如来当我的团员嘛 嗯 他们不要 为什么啊 蛤 为什么不要 考验我考了一年了 蛤 那你要三顾茅庐这样子 对对对对 后来我就有一次在机园啊 还是在那个 在那个 墾丁啊 嗯 然后我就跟他一个人 跟他四个人喝酒啊 嗯 哈哈 然后四个人都被我灌醉了 灌醉的时候 从此叫我老师 好 老师好 欸什么都好 哈哈 原来还有这一招是不是 对啊 喊拳都喊输了 而且 我们都喊那个 欸 七米菇你知道啊 蝦子拳 蝦子拳 蝦子拳怎么喊啊 哈哈哈 对啊 蝦子拳怎么喊 对啊 你喊 可以喊给我们看 我第一次喊就赢啊 所以他们就变我学生啊 你喊蝦子拳 你会赢他们 对啊 哈哈 所以后来他们就 开始跟你一起合作 一些表演 没有啊其实真的就是他们 他们觉得我的音乐跟他们 他们可以 嗯 他们也喜欢我的音乐 我就觉得有一些 然后就开始就可以 就慢慢的 欸 就越合作默契就越来越好 正式的就变成我的团圆这样 因为他们本来的音乐 嗯 跟你的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风格不是那么像 他们比较玩Jazz 对比较Jazz 有些俊杰 像你刚刚讲 对他们比较Jazz 那我的东西是很 那个New Age跟World Music 我是很New Age 比较民族性的 对对对 那他们加进来 他们 他们就跟着我做这些东西啊 嗯 然后他们去做Jazz 我是Jazz白痴 不要啊 哈哈哈 可是你刚刚讲 你你刚刚讲说 你每一场都不一样 唱的都不一定会一样 弹的可能搞不好速度也不一样 其实这也是一种Jazz的精神 哦 就比较 所以你根本也不是Jazz白痴 所以你根本也不是Jazz白痴 我真的不会 我真的是 我每次玩到Jazz 我都好痛苦哦 我一一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种台湾的Jazz 哦 那好啦 都可以啦 台湾爵士就对了 所以后来就他们 以他们四个为主啦 哦 以他们为主 然后后来我们又加了一个胡青手 嗯 胡青手是哪一个 肖诗伟 他是浩克的 肖诗伟 浩克的那个胡青手 还有 他叫阿达 东方鼓 也是浩克的那个阿达 嘿嘿 哦 你这里面好 还有Jazz鼓是小丁 嘿这样 然后笛子是林安 嘿 所以你这里面好跨界哦 所以你应该说是一个跨界的音乐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琵琶可能就是一个小女生这样子 嘿 我还有琵琶 你是不是要长笛我去帮你去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不对长笛有张凌峰了 我去不行 不是长笛有阿杰 阿杰会吹长笛 哦真的啊 对 他主修大笛金跟长笛 好吧我输了 哈哈哈 他们都多台多艺啊 真的都这样 他们真的是 对啊 阿达不只会打东方鼓 还会守风琴 每个都很 所以 我知道 我有看过他们演出 我的乐团就蛮 蛮丰富的每个人的那个 嘿啊 所以那时候跟他们 开始合作了以后 就慢慢就是走唱嘛 对对对 就表演这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是 我常常讲说 是我们大概是 台湾拿卡西的天团 哈哈哈 天团 对我也没有办法 但他对那个歌很熟欸 他还有那种自动伴奏的那种 我都不会玩 他们纯Live 我们 band都是纯Live 对啊有一些拿卡西 他自动伴奏 欸他还可以抓到 抓到去 嘿对对对 好 完全不一样的 一种 一种思维我觉得 那这一场啊 嗯 老师除了唱你自己的歌之外 嗯 然后还有没有一些 比如像是你的配乐啊 或者是演奏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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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都是唱歌 那你这样一个人 要撑三个小时了 没有啦两个小时而已 可是你都嘛 最后会唱到 那就是Uncle以后再说 欲罢不能 两个小时了啊 对啊 那是想说 为什么要搬这个风舟演唱会 想说 刚好写三十年的歌 把它集成一个 嗯 自己觉得 欸比较 代表性的歌曲吧 老师你有没有算过 这三十年你到底写了 一年大概写两首歌吧 一年就两首吗 一年啊 大概六十首歌啦 自己觉得嘛 欸啊 演奏曲不算啦 就是歌 那你那个 那个歌红的比例 真的高到不行 演奏曲 就是六十首 三十首都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差不多 对 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一种 我有 我常常讲说 应该讲那个什么 张三峰 赌不久见 不出手就不出手 出手是要中就能 哈哈哈 这一年只写两首歌 那一年大概有两三首 可是没写必中 那刚好也是 我有一些好朋友 像陈明渝啦 陆涵秀啦 像那个 林良哲啦 他们都会 都会写很棒 很经典的歌词给我 还有好质量 他们都会写很经典的歌词给我啊 对不对 那不是我厉害 是他们文学厉害 那老师你 像你自己也做词曲 创作同时吗 其实很少 我真的 我很少写歌词 很少 真的很少 可是 被我打中了 对对对对 是我写的没有错 创作同时 创作同时 我写的 这三首是真的我写的 其他都是 像老师你拿到词先 对不对 就是他们写完了词给你 对 然后 我会放在那边一直思考 思考大概 好几个月 甚至半年 甚至一年 再慢慢写 我不会一下子写 我一定会酝酿 嗯 那他 我又跟他们讲说 词可以改我才要写 哦 是大改还是小改 不管 就是词要可以改 才可以写 那就是你自己 去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我调整好他再来修 再给他修这样 他自己再改 有词在写曲 其实很难耶 不会啦还好 你当然觉得不会 是大改是 我就觉得很难 因为他那个词句 已经都比较 已经有点固定 除非我可以很进去 他的词的意思 你可以删啊 你可以改啊 你刚才可以 我这句放到上面 下一句放到上面 你可以转啊 掉换一下 对对一定要这样子 可是你还是要抓到 那个词的精髓 对 所以为什么要看半年的原因 看三个月到 你要思考 他的精神是什么 那你想出来那一刻是 忽然之间 叮 其实最开头那两句最重要 就是 不管是你从 从先奏先行 还是前面先行 你一献出来那几句 对的话其他就对了 后面就很快了 比如说 送来的威蚌 这个对了就对了 上逢代白 求心爱的人 就是那一句 可是这样我们听起来 就觉得很理所当然 就觉得这个歌配这样的曲 就是觉得很搭 就是那一句旋律啊 对可是其实你是想了很久 很久啊 很久啊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出来了 这个主题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那个最棒的那个 那个东西出来了 差不多出来了 其他也可以一直 就是melody一直修到你满意为止 可是最经典的就是那个 那一句 最难想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原来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认你啊 对对对 我还以为你就真的看到词就 啊那你来写一下吧 那我哪哪 厉害啊 哈哈哈哈 不然要洗肝啦 所以我一年大概写两三首歌的原因 所以我一定找到很棒很棒 我觉得感动我 第一个歌词要先感动我 所以感动我的歌词 我会写不可那种我才会写动 啊不然的话 你写出来没有感动你自己写的就很奇怪啊 就好像要吹稿啊 现在很多流行歌都是这样子 那你拼错啊 对对我去看 所以应该是凑出来的 那个不是要唱出来 那叫勞作 就是日本歌抽一点 西方歌抽一点 台语签一点 国语签 对就叫勞作 那其实就没有那个写歌的精髓在 所以那歌不会流走啊 欸很难喔 你一条歌可以流行十年就不简单了啊 那一条歌要流行百年 那就叫经典 一百年后还有人唱你的歌 那就叫经典 我相信 百年 不是百年之后 我想讲很奇怪 一百年后应该还是会有人 回来做你的作品研究 就是人家会 会在一直给你翻唱的 那个就是好东西 他那个 所以说我常常想 我跟你讲嘛 对不对 邓宇玄啊 对 最经典的 汪振峰 雨月花 他那个经典的太多 对啦 可是他也 不过才写多少首 对不对 杨三郎真的 真的可以 你现在郎场上有几首 红一峰 舒服的人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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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这些 就够了 就够了 一首就够了 就这一首就够了 写歌人如果一辈子能留下一首歌 让人怀念 那就够了 李泰江宁就讲 橄榄树走在雨中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够了啊 对不对 好我们待会回来 好